每个清晨当你醒来 我的月儿还在 一生问候两种余态 梦你爱的苦奈 春风穿起你的裙脉 落叶在我的城台 两个季节一样感慨 隔着迟到的爱 你我越过高山大海 把爱一起飞 你在未来 我在现在 牛腩子女的等待 某个现实 一起醒来 二十一世纪初 中国的第一代商人们 在汹涌的改革浪潮中 创造了一个国家 最为传奇的经济神话后 已逐渐营退 当历史的车轮 带我们走进新的世纪 在变革中长大的第二代商人 粉末登场 当世界越来越开放 当社会越来越自由 他们面临的时代 一点不比父辈们平静 改革仍在继续 他们刚刚上路 新的故事 从这里开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天使之义集团董事长特别助理 是你父亲叫我来和你谈话的 能不能找个安静的地方 安静 这都挺安静的 我找你可是重要的事 这关系到你的徒步队是否能够继续 这是你父亲给你的 什么 我父亲让我回去当总经理 对 可我什么也不会 你放心 古总 一切都为你安排好了 只要你回去代表天使之义集团 参加这次竞标就可以了 那你的意思我回去当傀儡了 随你怎么想 董事长叫我来 就是让我把你带回去 要是我不呢 这是董事长给我的全权伟人书 我有权代表他做任何决定 那你当总经理好了 干吗找我呀 我不能当总经理 这是你的家族企业 只能传给你 尽管你什么也不是 我父亲让你来是让你来侮辱我的 请你现在马上回公司总部 执行总经理之责 我说过了 我不去 你来之前 我父亲没跟你说清楚吗 我就这德行 顾队长 来之前 你的银行户头可全部被冻结了 你的徒步队 马上就要淡尽粮绝了 明天你走行吗 就现在 必须走 股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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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点事得离开 你们按计划进行 我随时跟你们联系 这里边都是必备用品 还有些钱 你们到了大财旦跟我联系 我会给你们准备足够的费用 股队长 你没事吧 没事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终止这次穿衣计划 谷队长 请抓紧 要不一会儿天气变化 飞行会出问题的 注意安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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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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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们 走不了路 要不然啊 我不会叫你回来的 我就即使回来也没用 爸 我对你公司运作一点都不了解 这个没关系 有我给你做后盾 你大胆地去做吧 你公司里不是那么多能人吗 你派他们去就好了 说真的 我对你公司一丁点兴趣都没有 我不去 你不去也得去 阿杰 这一次是个很好的机会 对我们股价很重要 你难道不想为我们家做点什么事情吗 阿杰 这也就是一个普通的招商会 走走行事而已 并不是要你真的去谈什么生意 再说了 这件事真的是很急 你爸躺在病床上动不了 除了你 没有人能帮他的 小艺 你别说了 小艺你别说了 就算我回来也帮不上你们的忙 说不定也给你们帮到嘛 你是知道我的 我从小只对滑雪啊登山啊穿越沙漠感兴趣 你们让回去吧 好 田助理 董事长 一切 按照我的安排行事 他如果不肯 就履行你的职责 乖 股队长 你没忘记跟队员说的话吧 你会一直资助他们的 好了 你也挺累的了 早点休息吧 现在这座别墅是你的家 很方便的 这是钥匙 至于这些资料 我希望你抽口看一下 临时抱佛脚也是管用的 我走了 明天见 你能搞的 我做的 你会有一个姿兴的 上夜 小前夜 不缓 小前夜 最后 准备 鹅 小前夜 大大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处理飞机零配件 供应商代理的事情 杭州的情况怎么样啊 霹雳神音集团 要我三个月之内 交出一套 小型私人飞机的 营销企划案 辛苦你了 临时把你从澳大利亚 叫回来 害得你把跨国公司的 好职位都辞了 爸爸真是过意不缺啊 爸爸怎么这么说呢 家里有事情 我回来 那不是应该的吗 永远 爸爸必须告诉你实话 要是拿不到这份合作合同 我们家的公司就要破产了 我知道了 爸爸把所有的希望 都寄托在你的身上了 你知道吗 我会全力以赴的 昨天 我拜访过许董事长了 他很客气 也带我去他们公司的 各大部门 与主管见面 好 好 对了 媛媛 中国市场的这块蛋糕很大 我们的竞争对手 一定会很多 也会很强 你要多加小心 要注意他们 在背后搞的小动作 我知道 您放心吧 好 那爸爸就放心了 我要去忙别的 你那边有事随时联系 爸爸 注意身体 好 你那边还真是 我怕我的 我怕你的 如果你是不选择 拉球 你可以 打招 我怕你的 你不选择 我怕我怕你 你不选择 你不选择 我怕你 你不选择 你不选择 你会再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进来 总经理 今天我们还有什么安排吗 今天白天并没有什么重要的安排 只是晚上霹雳神音集团的招标酒会 您一定要参加 小梅 一会儿要陪我出去一下 好的 出去吧 我们要看一个小梅 请吧 这条梅的安排 这个又是有危险 请好 您的摊脚等一下 您的摊脚倒了一下 您的摊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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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摊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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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这衣服多适合你呀 我可跟你说 参加那样的协会 就得穿这种礼服 你看这衣服颜色那么适合你 你皮肤白 最不喜欢穿这东西了 试试吧 门开着呢 是 我爸有什么指示啊 什么意思吧 这是专门给你买的 希望你能满意 有没有搞错 至于吗 不就于酒会吗 这是董事长的要求 你现在坐的这个位置 代表的可是天使之义集团 你烦不烦 我都听力了 不管你烦不烦 更烦的还在后面呢 如果你不愿意当这个总经理的话 你真逗 听你的意思 就是我们家 好像都在你的控制中似的 古总 我从大学毕业起就给董事长当助理 现在已经十年了 从某种角度来说 我的业务要比你强很多 可为什么总经理不是我呢 这就是我要告诉你 你不要辜负董事长对你的厚爱 不是每个年轻人都像你这样有这么好的命 董事长为了天使之义可以说是偶心沥血 可你却整天拿着他辛苦挣来的钱 你却整个人在外面徒步玩潇洒 说句实在的 没有董事长 你能干什么 所以说现在是你报答他的时候了 不管你愿不愿意 你都要为他撑起这个家 如果你是个男人 请你有些担待 你 好了好了 你好好地收拾一下吧 即便是个酒会 也不要让人小看了天使之义 酱稜 哎呀 我是个人 郝伟 不用想 郝伟 这次有我提议 董事会决定 任命你为霹雳神鹰集团 执行总经理 并全权负责这次的招商活动 这么大件事 我怕我成不了 郝伟 我相信你的能力 我还要为 中国的私人飞机 开辟飞行空间呢 再说 我不能让我们的客户 买了飞机 摆在家里当神供着吧 各位董事长 我 行了 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 郝伟啊 从我当年 把你带回家的那天起 这么多年来 我对你的教育 栽培 一直送你出国学习 为的就是今天 董事长 行了 在别人面前我是董事长 可别忘了 我还是你的义父 你总该为义父做些什么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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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都想报答义父李杨明事恩的 好了 履行起你总经理的职责吧 霹雳神音全靠你了 我一定不会辜负一副都有的期望 进来 董事长 客人都到齐了 好久没见了 反正我们的职责越来越漂亮了 来 反正可以 各位嘉宾 晚上好 霹雳神音集团欢迎各位的光临 在这里我仅代表中国霹雳神音飞机销售有限公司 董总 你西装不穿领带不打 这样不太合适吧 各位专家和远道而来的各供应商 表示热烈欢迎和诚挚的感谢 有关这次私人飞机的招商的具体事宜 经董事会的研究 决定由本公司新任执行总经理 季浩伟负责 相信霹雳神音集团为一如既往 为各位提供一个很好的合作平台 下面有请继总经理跟大家见面 感谢霹雳神音董事会 感谢董事长 还有各位嘉宾 怕我一定不会辜负董事会对我的厚爱 还有董事长对我的期望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共同努力 把这一次的招商会 举办的顺利圆满成功 我们的目标是 让中国的私人飞机 在神舟的领空上面 能够自由自在地奥翔 不管怎么样 希望这一次的招商会 能够为大家带来更好的平台 我们公司的宗旨是 和爱一起飞 根据霹雳神音集团董事会的要求 我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招投标法的相关规定 本次的招标活动 采用邀请招标的方式进行 整个招标活动 我们将严格按照公开公证 郭总 中途离开是不合适不礼貌 我随便走走不配合 在这种场合 谁先离开 就意味着谁先失去合作机会 谁先被淘汰 同时自觉接受有关部门监督 我们不仅要提高 私人飞机的业务 而且要在这个过程当中 传递友爱 还有奋斗的精神 让中国在这个世界上 能够有更好的印象 接下来是酒会的时间 喝杯咖啡可以 祝大家今天晚上 能够有个愉快的夜晚 干杯 干杯 来来来来 走 去凌备吃点东西 这个总经理真的是一秒人才 三十一岁 身高一米七八 A型雪 狮子座 是个很典型的领导人物 自从二十岁 进入霹雳神医集团之后 就立刻成为许大志的行夫 做人很低调 今天这个招标酒会 许大志完全交代给他了 做得好 为了我们公司 我们就是要做好方方面面的功课 不要光看他的外表 我们这次竞标想成功 这个人起了决定性左右 好 总经理 你那么漂亮又那么聪明 我想 他一定英雄难过美人关的 你又来了 那太好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刚才我 没事 实在不好意思 邝总 季总在那边等你 我知道了 这位先生 你看怎么办啊 真的没事 要不 要不你帮我洗 好啊 我帮你洗 小梅 明天 我现在还有事 这是我的电话 衣服 我会帮你洗的 对不起 美国夏威夷飞天集团的 矿天的 我就知道你会出状况了吧 吴总 现在好了 可以回去了 不行 酒会才刚刚开始 一会儿还要给你介绍 很重要的人物 我都算成这样了 去见很重要的人物合适吗 我已经给您备好了 你等待 难怪我爸十年都没开你 tracked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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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im 碰 吧 只监总我们去那边看一下 想找另一遍 不一定 恭喜你 对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 张航长 这是银行的张航长 这是飞天集团的 邝美员邝总经理 幸会 幸会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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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邝小姐是第一次来杭州吧 我在这大上的大学 那是老杭州了 以后有什么需要 今晚找张航长 他可是我们才神言 张航长 那以后飞天还要承蒙您多关照 难过为您这么漂亮的客户服务 那是我们银行的荣幸 以后有需要 一定要找我 那我就先谢谢您了 好嘞 你慢慢用 好久不见了 你好吗 我很好啊 好久不见了 看你是越来越好了 对了 对了 我带你到那边去认识一些新客户 好啊 走 师傅 我能试试吗 你会吗 考考其次 好 那你来吧 有两家吧 一看就是考过的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探险队的 在我们队里啊 每个人都会 这是野外的生存既得 还是探险队员哪 那你今天来干什么呀 猴子 我白胜 小伙子 你可真会开玩笑 师傅 师傅 来点烤肉 好嘞 给他呀 你徒弟啊 尝尝他合不合你胃口 怎么样 乐道不错 你徒弟行啊 好 那是那是 来 我尝尝看 不错 不错 比我烤得好 我想有你这样的徒弟啊 那就好了 那就说我做徒弟吧 好啊 小伙子 美人 这里烤肉真的很好吃的 尝尝 师傅 再给我们来点烤肉 是你 谁啊 咱们有缘吧 来 尝尝 你不愿意啊 刚才 赶紧尝尝 太淡了 刚才 不小心见了他已经很久了 在船上 在船上 来 好像要放太多言了 你 你们怎么了 没什么 觉得这个人有点忧 空小姐 您再尝尝 人家也是一片好意 尝尝 不好意思 烤得太油腻了 不好意思 烤得太油腻了 你还没觉得 烤得太油腻了 你干嘛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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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试试 哦 季总 我忘了给你介绍了 这个是谷杰 我们天使之一集团 新上任的总经理 你刚刚的演讲非常精彩 谢谢 谢谢 赶紧再尝尝吧 原来你就是天使之一的谷总 算是吧 看看合不合你胃口 对了 谷总 霹雳神集团董事长 在那边等你呢 那你赶快去吧 那你先刚没关系 躺下来 以后做人 要求别这么高 去吧 你怎么办 拜托 给我杯水 怎么样 平等总晚 今天我演呆可以吧 我可以休息了吗 你今天的行为可真不怎么样啊 一个堂堂的大经理为了泡妞 居然去当烤肉师傅 你说什么 泡妞 我 是啊 你知道矿美元是谁吗 我管他是谁呢 我先问你 我能休息了吗 不可以 因为你今天的工作并没有做完 好 你说 矿美元就是这次和你竞标的 最强劲的对手 我从侧美了解到 这次只有我们天使之翼和飞天 最有可能竞标成功 而且据我所知 飞天公司目前的状况不是很好 如果竞标失败的话 很有可能破产 接着说 再把它拆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后做人要求别这么高的 适配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 这是我们酒吧的特色 是专门为了喜欢户外运动的客人准备的 所以我们的酒吧就更重要 真的不错 先生 这是我们新进的啤酒 尝尝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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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哎 哎 看 别挂给我滚水 哎 嘘 后来一会儿 小姐 上哪儿啊 我去惠民医院 要不我带你一程吧 现在这个点一枚公车了 反正我也顺路 好吧 谢谢 这杭州的夜景还真挺漂亮的 是啊 有时间你得多看看吧 别光顾着做生意 做生意 我像做生意的人吗 那你是做什么的 其实我是一户外运动队的队长 难怪你这么喜欢我们酒吧 不过来我们酒吧的客人 都很喜欢户外运动 做户外运动好啊 可以锻炼人的意志和韧劲 前面把我放下吧 那边 嗯 忘了问你 这么晚到医院干吗 我做护工 护工 不是所有年轻人 都像你这么幸运的 先生 谢谢你送我 不客气 我叫古杰 我叫夏依南 有时间欢迎你再来酒吧玩 你放心 我会去的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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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 你有一陣子 你这时你会走 你会去走 你好陪我 好陌生 我愿意 你会去走 我愿意 你会去走 我愿意 你的眼睛 缘分过尽千分 只有你最浓 想问你的心中 是否有我 想着你的笑 想着你的怀抱 想要和你一起 天荒地老 想着你的好 你温柔的味道 想着你的每一秒 无处可逃